卵巢是女性的性线,卵巢一左一右,卵圆形长轴鞋向下,居中略向前,它们的短轴向下和向后倾斜,青春期后,它们的平均长度为3厘米,宽度为1.5厘米,厚度为1.2厘米,它们重约6至8克,它们占据骨盆凹陷的侧臂,位于扩刃带后面书篮管,位于上盆腔海峡下方1厘米处, 底下关节前方于15厘米处,它们的外表面在青春期之前是白色且光滑的,当卵袍成熟并破裂时,它们的外表面就会变得凹凸不平了,在性活跃的女性中,我们在卵巢表面发现小,紧凑,完整的卵袍,处于成熟过程中,皮铃更大,半透明的卵袍,准备在下次排卵时释放卵子。 最后是黄色或白色的卵袍,代表着活跃的,退化的或伤痕累累的韧身体,卵巢作为一种手段附着在价值非常不平等的四根韧带上的固定性。 树卵管卵巢韧带将卵巢的上外侧,即连接到卵巢树干的角,它确保卵巢和尔阔之间的接触。 子宫卵巢韧带 称为卵巢韧带,从卵巢的下内侧,即横向延伸到插入树卵管后面的子宫角。 卵巢细膜将卵巢门与阔韧带后层连接起来,它由附膜组成。 在其两个组成层之间包含卵巢的所有血管,卵巢玄韧带是最有效的固定手段,它在腰部区域的顶部受到支撑,因此被称为腰卵巢韧带。 通往卵巢的动脉来自卵巢动脉,卵巢动脉是副主动脉的侧枝,该动脉穿过腰疏尿管的前表面,并沿着腰肌的外侧员向卵巢的外侧极下降。 到达小骨盆上海峡的水平,它分离出用于疏蓝管的侧疏蓝管分支,然后向内侧弯曲。 沿着卵巢前沿,距卵巢门一定距离,再远端,它与子宫动脉的中末分支吻合。 从这个子宫卵巢宫,产生大约十个动脉分支。 这些分支渗透到卵巢的监制中,卵巢静脉一从肺门出现,就形成一个由子宫卵巢静脉引流的从来。 在右侧连接下枪静脉,在左侧连接左肾静脉。